国家的进一步的对外的开放 那么给我们整个的经济和外贸对外的交流 提供了更广阔的这样一个舞台 这么具有吸引力的这样一个市场 当然是肯定吸引了我们全球各地的 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区的企业 到我们中国来进行采购或者是投资 只要有这方面的行为 那么肯定必然产生海运方面的业务 在旺季的时候呢 往往这块可能会有10%到20%的货物呢 会产生在港口积压的情况 会多待一周或者两周 那么这种传播大型化呢 它带来的好处呢 就是说可以进一步缓解 这种仓位紧张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